主席 我大概除了睡觉以外,大概都在工作,连吃饭都在工作 那睡觉大概几个钟头,把它扣掉 呃,睡觉包括洗澡大概差不多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那只要工作十六小时 那如果照一般说工作八个小时,那你也算过劳咯 呃,我们期待就是呃,台湾劳工权益的保障的部分 如果告一个,有一个进展,有一个段落的时候就可以稍微松懈一点 主委辛苦了,呃,根据劳委会这个报告,他是过劳的定义 他是过劳为职业触发脑血管及心脏疾病之俗称 系个人脑心血管疾病,因为工作的异常或复合过重触发恶化者 所以他一个最基本条件是脑心血管疾病 所以如果像主委身体很好,也没有脑心血管疾病 但是工作复合每天超过十五个钟头 这不符合过劳的定义嘛,是不是 应该,应该分成不同的层次 一个是,呃,工作有没有超时 如果是,因为我今天没有劳动基准法适用啦齁 这五官没有劳基法适用 如果是有劳基法适用的,那他可能还是一样有超时工作 而违反我们劳基法规定应该被裁罚的部分 那另外第二个部分就看,呃,有没有因此而造成到死亡的结果 对对对,这个是两个层次啦 呃,一个层次如果工作超过八个钟头 或者,呃,他超过他加班的时速规定 他是超过工时嘛,那行政法 是,那如果因为超时工作工作复合过重 而导致他死亡,这过劳死 当然主委有特别宣称说 未来不排除要去定刑罚 呃,请问 这个主委啊,你这里面有提到说要克刑事责任 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那,劳委会也打算去收集世界各国的一个做法 希望透过刑法或者是特别法来做处理 那,请问目前为止收集的情况怎么样 有哪些国家针对于过劳死 啊,劳工的过劳死 对于雇主来刻以行责 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是,跟委员报告就说 因为现在目前,呃,呃,劳工团体 或者收集团体也一直在呼吁说 有没有可能用刑事制裁的方式来做处理 嘿,不过他们现在方向都放在 我刚刚提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呃,超时加班的这个部分 要不要仿日本,仿韩国 就直接用刑事制裁的方式来做处理 不过我个人认为说 其实,呃,单纯的超时加班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用刑事制裁的方式来做处理的时候 要等到三审定验 才有办法把行为人生之于法 那这个,旷日费时 嘿,所以建议维持目前的 现阶段的一个行政罚款的方式 从六千到六万,我们提高到两万到二十万的罚款 但是如果到已经致死的程度的话 那么就我们,呃,目前查到的资料 还在收集当中,齁,不像在日本啊,齁 譬如说,经过,呃,有一些譬如说,呃,企业 如果说有一些,呃,特约医师或者,呃,过劳门诊相关的一些,呃,情况 那么,有到劳工死亡的程度的时候 在日本其实已经有开始用刑事 再次采的这样的一个判例出现 有这样的判例出现,嘿,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向 基本上我们觉得是一个可考虑的方向 那,除了日本以外 目前有没有收集到其他国家 目前我们条件处还在收集,还在收集当中 是,所以,对于是否要可以行责 这个部分,老委会只是说,呃,这是可以考虑的方向 那还要去收集世界各国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来作为未来,我们是否 修法的一个参考,是不是这样 所以各位,包括任何制度的制定啊 对我们来讲一定是一个,呃,非常审慎的一个 演绎的一个过程,那么也是要老子学生 我们四方共同来做一些讨论 那么大家有一些共识,所以,呃,我们一定会,呃,就这个 咨询收集的部分啊,那么能够尽量来收集,也更更审慎 但是各位报告是,目前现阶段 其实我们,呃,强制加班的部分 也有刑责,六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 嘿,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健康保护规则也修了 所以如果经过七月特别医生或者过劳门诊医师 注明说他过劳,有一些预防的建议 老公都跟雇主提出了,那雇主还自自不理的话 这时候老公如果过劳自死,现在目前现阶段 就已经可以追究雇主业,业务过失自死的这样的一个刑责 除了这个,呃,可以雇主业务过失这样的一个刑责 那主委所谓提到,呃,客行事责任是可以考虑的方向 这个目前只是还是正在评估之中 对,我们正在评估 正在评估 好,那谢谢 那其实,呃,本期在这里看的我们老委会这个报告 里面有特别提到,说对于过劳疾病预防跟保健康的促进 劳委会打算协调本协调委托成立九大职业伤病防治中心开设过劳门诊 来提供过劳高风险劳工健康风险评估及过劳预防建议 并建立疑似过劳通报机制 呃,请问一下 目前这九大职业伤病防治中心有没有开过劳门诊 目前 是,我是不是请我们呃,处长,副处长跟您说明 报文,这个,我们本来就委托这个九大门诊中心来开职业病的门诊 所以,这部分本来就有这边门诊 但是特别为了最近的这个过劳事件,请他们对过劳部分特别,特别来开设这个过劳的门诊 就是,在他的门诊次里面特别会再挂出来说这个是过劳门诊 目前,只是有这个打算,也还没有跟九大医药中心 协调过了,上个礼拜已经都达成共识 达成共识,未来会开设所谓的过劳门诊 那大概什么时候会开始实施 没有,就完毕,我们正式记录下去,他们就去开设吧 那现在开设了没有? 现在开设应该是,应该是没问题 就是在网路上它也没出现,就是这一周里面跟下一周 他应该陆续就会把这个筹备好 那既然主委有特别提到要所谓开设过劳门诊 这个部分希望老委会一定要加强追踪 根本报告我们会尽快,而且会追踪是否有真的设定 那其次这里面有特别提到,建立疑似过劳通报机制 那这个通报机制,以前有没有通报过?通报了几件? 以前也有通报,那个门诊中心,就是没有开设过了门诊前 其实他职业病免诊也会受理一部分的案件 这我们那个,将近他快有100件左右吧 在去年,去年有17件 17件是针对过劳的部分,还是职业伤害? 对,就是职业性的脑心血管疾病 那这个就属于过劳的,有17件是吧 九大中心里面有通报17件 那我们透过这个过劳免诊,希望说这个数字也让它辅出台面 你可以提供对劳工更好的服务 如果去年只通报17件 我是觉得它是有黑数的 就光光最近媒体上所披露出来的 就有很多件 所以希望老委会跟这九大医学中心一定要加强联络 有过劳死的这一种倾向 这种案例一定要尽快通报 这样才有办法去做追踪 那希望主委特别针对这个部分 去做要求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本席在这里要请教一下 我们目前中央跟地方啊 针对于就业服务业务 好像有部分的一些重叠 那这个涉及到中央跟地方的全责 那如果以目前院侠市 针对于就业服务业务里面的失业给付 职讯补助金跟企业雇佣奖金等等 这个都是由老委会的就业服务站来办理 那院侠市的话 他们所谓的院侠市所设的就业服务站也可以办 但是一般的县市是不行的 目前新北市因为已经升格 那他们也一再争取 希望能够比照院侠市 针对于所谓失业给付 职讯补助金跟企业雇佣奖金这个业务啊 希望能够由他们来承办 因为他们有提到如果像这些业务只能在劳委会所属的就业服务站来办理 这样对于劳工来讲是比较不方便的 不知道目前劳委会的政策是什么 是跟委员报告 就说包括就业服务包括劳动检查 其实目前除了北高两市以外 其他的三都大概也都有在争取是否这个地方也能够来处理 那我跟委员报告我们到会基本的立场是 第一个能够提供劳工朋友越多的服务 越多人愿意来做其实都是好事 尤其是就业服务或者是劳动检查 对劳工朋友的生命身体跟工作的保障都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乐观期成大家来做 那第二个部分就牵涉到说 乐观期成是未来是交给院侠市政府来做 那这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大家一起做但是如何来分工的问题 就大家一起做如何来分工 等于地方也可以做 对比如说劳动检查的话 是不是劳工安全卫生的检查中央来做 劳动条件检查地方来做如何分工 因为刚刚也提到劳动检查人力是不足的嘛 所以如果有人愿意来做都是好事 但是如何分工 那刚委员特别垂询就是说 就业服务的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那像唯一只差在一点就是刚刚委员提到的 这个失业给付有关钱的部分 是不是也要让地方可以来发放 不过这个部分会有点点考量的原因是因为说 对于中央来讲 对于劳委会来讲 不管是劳保的给付 旧保的给付等等 事实上我们是同意在做处理的 如果把这样的权限让地方来做处理 我很怕说每一个地方都不同的处理模式 然后地方同意然后中央买单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应该把北高两市针对于你所谓的这个部分 目前他承办的应该收回中央 对所以上次在上个会期立法院在省劳委会的预算的时候 有做了一个决议 要求劳委会应该要规划 怎么样把北高两市的有关于就业服务相关的这些议题 其实应该慢慢统一来做处理 那目前我们规划是怎么样 目前正在规划之中 都在跟地方政府协调当中 但是我相信北高两市一定会相当大的反弹 对可是这个其实对我来讲 像劳动检查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责任跟义务 所以我比较在乎的是怎么样建立一个长久的制度 而真的是对劳工朋友有帮助的 那这个东西牵扯到说北高两市 因为他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个寄存的事实 所以要他们把这样的权限 是不是跟中央这个地方来做一点调整 他们一定某种程度会有一些反弹 当然站在劳工的角度 它是越方便越好 但是在制度上是要有一个机制 如果是北高两院辖市是这样办理 其他的三个院辖市应该是要比照的 这个需要去做考量 当然怎么样做最对劳工最有利 我想劳委会这边要去做通盘的一个检查 我们会持续跟地方政府来做一些沟通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